麥莉喊著口號力求整齊一致 一個口號一個動作 因為一個橋材重量破百公斤 萬一出差錯掉下來非同小客 我們模擬我們作案區重要道路遭受破壞 那我們為了要暢通主要我們的補給路線 所以我們實施NGV中框橋的一個橋樑架設 漢光演習十軍團五兩工兵群也不缺席 27號上午106名國軍弟兄 17輛軍車集結在嘉義仁義潭水庫 模擬道路橋樑被敵軍炸毀 迅速應變搭設便橋 鋁合金材質的MGB中框橋 一節1.83公尺 12節橋結總長31.1公尺 組裝到一半依據重心不同 還得利用千斤頂架滾輪推橋 主橋結架設好後 還要把人車通行的橋面板 原材接續組裝上去 整體至少得花一個半小時 好時費工 最後在駕駛清行戰術車 通行橋面驗證中框橋是否架設完整 載重等級可以到60噸級 可利各類的輪行或是履帶車輛來通過 一營出動破百人 規劃架式人力一組24人隨時輪替 烈日下頂著高溫 國軍弟兄頭戴鋼盔 口罩全身包緊緊 還得隨身配備工具 國軍弟兄會汗如雨 要把中框橋安全穩固的架設好 得靠全營官兵平時緊實的訓練 培養木戶器 近新聞新嘉玲 杜雲傑採訪報導